午安各位观众,我是周玉琴 欢迎您继续锁定第二个小时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每一个世代都有她的传奇人物 不过巨星终究还是陨落 有玉婆之称的好莱坞知名女星Elizabeth Taylor 她因为心脏衰竭 昨天并是在洛杉矶的西奈医院享受79岁 这位传奇性的女星 除了她的情史很丰富 制造了很多的话题 而她综合影坛长达50年 曾经是两度获得了奥斯卡奖 她美丽的身影永远的让人怀念 她遇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玉婆伊丽莎白泰勒23号在洛杉矶病逝 享受79岁 粉丝们闻讯纷纷前往星光大道 以及杜莎夫人蜡像馆 平调之意 Elizabeth Taylor was unique And you know They say the really great stars of the world There's no one like them And there is never going to be someone likeElizabeth Taylor When he takes the jump He can't use the second hitch and tuck his beat up on the roof So he's only a boner 伊丽莎白泰勒12岁出道 就以《玉女神居》里的清新演出 一炮而红 此后纵横影坛数十年 曾入围奥斯卡五次 更以青楼宴记和淋浴春宵两片 分别在1960和1966年 获得金奖影后 I'm loud And I'm vulgar And I wear the pants in the house Because somebody's got to But I am not a monster I'm not 梅艳的伊丽莎白泰勒 全是妖媚的埃及艳后 思思入寇 也让她和理查波顿假悉争作 坠入爱河 I have a fondness for almost all three things As an almost all three things 波顿也是她八次婚姻当中 曾经维持最久的一任丈夫 但出影坛之后的玉婆 曾跨足香水珠宝叶 活跃商场的同时 也继续参与慈善活动 特别是对艾滋病的关注 玉婆晚年健康欠佳 近年更因为被伤及心脏问题 多次进出医院 出席公开场合时 甚至需要做轮椅 2010年初一度传出 她病情加重放弃治疗 宣称自己已经活够了 让影迷相当揪心 而如今这位传奇女星 真的离开人世 她美丽的身影 永远让人怀念 因为她是女王 我爱她 英雄无亲 吴嘉贤综合报道 好 这位永远的巨星 她真的是让世人都非常的怀念 79岁结束了她的一生 传奇的一生 在今天我们先花点时间来讨论 这位巨星 伊丽莎白泰勒 我们来介绍在今天 我们现场的几位来宾 或许大家会觉得 好奇怪 胡忠信大哥怎么会在现场呢 他不是政论的高手吗 来 一起来欢迎胡忠信大哥 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看 旁边 这边旁边我们这位呢 是看起来很年轻 可是观影的 这个心得非常的丰富的 他是我们中天 非常资深的 专题中心的记者 吴小景 欢迎小景 大家好 好 继续我们请到的还是 沈富雄 沈大佬 大家好 好 资深影剧记者 年长玉 大家很熟悉了 玉琴大家好 好 资深的媒体人 郑诗诚 我可以帮胡大哥回答吗 好 胡大哥是自动请因 他这段是义务赞助的 对 听说胡大哥是从小看 伊丽莎白泰勒的电影 对 没错 我好像那一段书 要把信封拿 要退回他们的身上 刚那一段 出席位要退了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位伊丽莎白泰勒 这位女星呢 她的代表作 其实呢 是非常的多 不过呢 来看一下 您记得哪几部片子啊 林犬莱西 这个有印象吧 玉女神居 狼心如铁 巨人 朱门巧妇 埃及艳后 淋浴春宵 迅汉记 石头足乐园 青楼艳记 等等 有人就说 她真的是永远最美 难以超越的埃及艳后 她饰演的这个埃及艳后 真的是无人能敌 我可以参画一下吗 这里面两部 她得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一个是青楼艳记 一个是淋浴春宵 太棒了 手吧 真的很手 显然大家都非常的热爱 这位女星 长玉是不是先跟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她让人如此这般的怀念 而且她能够有这么多的话题性 可以先跟我们谈 对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看到玉婆两个字 我就觉得说一定是出事了 因为其实她在这几年来 就是说进出医院非常多次 每一次就是报社就会准备一个 一个fire 没有错 就是说你一定要背着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她可以用经典二字来形容 伊丽莎白泰勒 就是整个全世界的艺人来讲 她是一个经典 你所谓经典 就是说我们包括艺人 就是她的作品 你看这么多的作品 耳熟能详 那些片子真的就是 你看充满了文学 很多是那种名著改编的 加上她精湛的演技 然后走过这样一个历程 就是有一个历史的历程 一个痕迹这样 每一年都有代表作 然后她跟所有的巨星都合作过 什么洛赫逊 保罗纽曼这些 所有的巨星都合作过 然后她都是演贵妇 也有演过青楼女子 还有演过那个玉女神机 演那个小女神 她从十岁就出道 所以她是十岁出道 一直到老年的时候是做公益 就是她的一生就是走过整个 她一生都是奉献给这个影视圈 给戏剧圈 所以作品来讲 她真的是经典 然后她的一生 你真的讲 绯闻不断 她那个绯闻就像我们 如果用现在的艺人来对照 现在艺人 其实我跟你讲 伊丽莎白胎真的是前辈 你们怎么样也超越不过她 你看她那些绯闻 而且每一条都是很大很大的 还有接下来的婚姻 她从好像十八岁就结婚 第一任是嫁给那个 那个希尔顿的那个集团的 那个接班人 所以你看 嫁入豪门 那时候伊丽莎白胎的就开先河了 嫁入豪门 然后后来呢 历任都是巨星 甚至于跟理查伯顿 是两度结婚 结婚之后离婚隔年再结婚 那个都是传奇 这个来讲 就是说现在的艺人 你要再怎么制造绯闻 你要再怎么样的 你在婚姻上 嫁入豪门 这一定有个样 也都比不过她 你知道吗 好 那你甚至于丑闻 她也有过 因为她曾经去抢了一个 她最好的朋友的老公 那是在她的自己 她自己有一任先生 她有八次婚姻 然后七个老公 有一次她有一任的婚姻 老公是坠机 你看连这样的事情 都发生在她身上 坠机第二年 她就说 因为她这个好朋友 替她照顾她的小孩 结果她就反而跟她老公在一起 又结婚 那个丑闻就是差一点 毁了伊丽莎白胎的 整个的演绎视野 你看她也经过这样 你看 对 辉煌 丑闻之类的 甚至于呢 她到最后因为 身体健康的关系 越来越恶化 然后有毒瘾 酗酒 到乐界中心去 认识里面的一个建筑工人 跟她结婚 那个又制造了 另外一波的惊奇 因为她之前 每一个是富豪巨星 到最后竟然跟一个工人 可是后来也是离婚了 然后最后的这几年 就是非常的lone 这样子 她唯一的一个 最后的之音就是 Michael Jackson 但是我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在2009年 过世的时候 很多人就心里 就有一个阴影 就说 我们的育婆会不会 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痛 而会加重她的健康恶化 果然你看 Michael走了不到 还不到两年 我们育婆现在就 她真的是顿失依据 她在Michael走的时候 她曾经讲说 她其实 她真的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撑过去 她的哀伤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所以我们说 玉婆包括她的生活也好 她的表演 她的成绩 包括她的所有的一切的新闻 就是一个经典 没有一个艺人能够超越的 对 沈大佬 就您从审美的这个角度好了 您觉得她跟我们其他印象当中 那些非常非常知名的 这个外国的女星 如果要去做对照的话 你觉得她的美 她的独特之处 也许您可以谈 还有刚刚 我再呼应一下 就是刚刚这个 长玉所谈到的 就是 其实这个 伊丽莎白泰勒女士 她其实在谈 她的活够了 她尝尽了酸甜苦辣 而且我们看到 她其实在1990年 差一点死于肺炎 9495年 髋关节两度做过手术 还有1997年 她还接受手术 去除良性脑肿瘤 甚至到后来 她还有什么 要靠止痛药 那么来止痛 几乎是吃药成瘾 而且她还有长期的 这个背部的疾病 对她来讲 其实身上的这个病痛 也是挺折磨的 是不是沈大老 你为什么指定 我谈美 而不谈那些健康的问题 你也可以谈 因为你有医学的专业 其实要谈她的美 比较简单 她从小就是漂亮 而且那个漂亮 就是正经八百的漂亮 就是无所 你怎么看 都是漂亮 也不需要整容 也不需要戴假睫毛 都不要 就是漂亮 所以这个是很少见到 她戴双重假睫毛 我知道 天生的嘛 但是问题是说 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不管你怎么看得开 那有一件让人伤感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大牌的偶像明星 就一个一个走了 因为当年 我们没有什么娱乐 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 所以这些大骗子 这些人 因为我们的年纪 我们喜欢的人 大概都平均 大我们五岁到十五岁左右 所以我如果今天是七十出头的话 这些人到了八十岁 大概一个一个都走了 我现在想一想说 我当年喜欢的 不管是男的 不管是女的 现在还没走的人 真的是屈指可数 很少你知道吗 所以她现在育婆走了 其实是在我的预料当中 但是我有几个感想 就是说 一 就是说 每人如名将 不许人间见白头 所以她如果不活到七十九 而在比较辉煌灿烂的时候离开 我觉得这留给人家的瑕疵 给人家的怀念 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不是说我残忍 诅咒人家找死 那第二点 我觉得她 这个结婚的八次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不管你怎么看得开 而且你看她的先生 她的丈夫的品质 就是美下欲况 就是一个不如一个 一切不如一切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是 你婆婆天生有听到啦 那第三点呢 讲到她的健康 比如说她的心脏啊 这个话题只有你最有分量 她的关节啊 这些其实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 太胖了 太胖了 你不觉得她太胖吗 甚至跟她的前夫 她的爱人 理查伯顿也一样 理查伯顿也太胖了 所以我跟你讲 不管你是不是大明星 或是平常人 太胖了 就会心脏有问题啊 股关节有问题啦 膝盖有问题啦 髋关节有问题啦 这个应该引以为戒 不过79岁也不小了啦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啦 但是我觉得她一生的辉煌灿烂 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比得上 她应该如果想到她的一生过程这个样子的话 她在天上 她在天上 也可以用喜祖怀 含笑一中 好 刚刚说到了这位巨星 伊丽莎白泰勒 她一生当中夺过两座奥斯卡奖 而且呢 她的情史相当的辉煌丰富 而且她有八次婚姻的记录 嫁过七个老公 那么她的绝代的风华 戏里戏外 真的是一样的精彩 那么她维仁希的这个传奇是如何的呢 继续来看我们的报道 一幕上爱恨交织的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波顿 在一幕下也是分分合合 两人两度结婚又两度离婚 成为好莱坞最大的八卦 两人合眼的第二个 也透露出婚姻生活的摩擦 美艳的伊丽莎白泰勒 从小就出道 演过无数部电影还拿过两座奥斯卡奖 不过她最受人瞩目的始终是她的爱情生活 泰勒一生结过八次婚 第一人丈夫是巴利斯希尔顿的孰公 尼克希尔顿 而她也曾是第四人丈夫艾迪废雪的小三 两人的婚姻曾是轰动一时的丑闻 第五和第六次都嫁给理查波顿 第八次婚姻跌破众人眼镜 竟然嫁给她的司机 一生的恋情都轰轰烈烈的玉婆 始终话题多过演技 这位一代玉女晚年晋升为永远的玉婆 即使过世精彩的一生仍继续成为传奇 中天新闻耳术报道 好说到她的这个婚姻记录 八次的婚姻 那么有记者就问过她 她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结婚记录呢 但是伊丽莎白泰勒却说 她自己也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刚刚讲到的 为什么在八次的婚姻当中 是嫁七个先生呢 那表示其中有一位是又再婚 那么就是理查波顿 据了解那还是她的最爱 理查波顿呢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 当初刚刚大家在画面当中有看到 这个埃及艳后的那一段 那一段戏 那个演对手戏的这个男演员 就是她说到了他们 1974年6月份的时候就离婚 结果1975年10月又在非洲 他们又再结婚 但是也很快的又在1976年 8月的时候离婚了 而理查波顿事实上 似乎对于这伊丽莎白泰勒 还是非常的怀念 她去世前曾经说 我们从未真的分手 以后也绝对不会 而对于玉婆的影响 其实也很大哦 因为在跟她分手了之后 那么结果她酗酒 而且事业也走下坡 是不是这个胡中心大哥 也可以来谈一谈你的看法呢